为特音乐 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 在呼吸 由我 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 然后让我爱你 我爱你 祝佛正法甚深中 知知菩提无归义 以我菩薩等功德 为力众生愿成佛 明天佛, the Dharma, and the Noble Sankhā Until I reach enlightenment, I take refuge By the merit of generosity and soul To benefit beings, may I attain good and good 大家,小午好 我们收行就是法书神的菩提心 So firstly, we just generate Jokicita 其实 天科 其实呢,天科它本身就是一个禅锈 Listening to the teaching itself is a kind of like this 大家现在知道资政努主堪博吧 Does everybody know Tsichun Loju Kampong? 他的上师 没有关系 反正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上师了 他的上师是法王如鱼宝 就是Holiness Jinkmi Pantok 应该可以这么说 他的上师 他的上师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拯救制 就是那个 Jinkmi Pantok 的上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拯救制 他也说过 Jinkmi Pantok 他也说过 Jinkmi Pantok 的当下就是禅锈 而且不是一般的名相 是书生的禅锈 因为一般的名相 他里面不一定包含职慧 因为不包含职慧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名相 是一种按摩一样的一个作用而已 但是将近说法的时候呢 那种所有佛经里面 每一字的举举所传达的是 完全是智慧 你的心刚好不散乱与踏出 就是放在这个境界 就是一种禅锈 所以这样殊胜的禅锈或者学习呢 就是修行 大家知道吗 妈是那种 因为动物在身上有一些一样的时候 对不对 又要被抓的那种 妈呢会互相抓的 就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抓那边的 然后另外那个人是互相放 就是互相抓那种抓的 然后我的上师去家尊职说 我们的修行要一样 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 要学习跟修行 就是要互相一起配合 互相帮忙 意思是说那个 闻思跟修行 你闻思的时候 你们要用这个修行的词位 修行的时候也不能离开闻思的 就这样 你们不要以为我刚刚讲的这些跟今天的课题没有关联 因为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做的到底是什么 你今天呢就是牺牲这种夏日的那种 礼拜天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集会 然后专门来到这里天课的意义 你要深刻地要有这个方面的人质 然后就这个人质来 然后要欢喜 要对自己要有这种充满的发喜 这个发喜就是要分享给所有众生 这叫做发菩提心 所以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要发菩提心的 就是要这样去发菩提心 我们今天叫的是寿命无常 我们今天叫的是寿命无常 他就是他的课盘就是有这个共同外加性跟不共内加性 有两个嘛 就是重要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includes actually two very big parts one is the ordinary or external preliminaries and the other one part two is called the extraordinary or internal preliminaries 然后他呢有这种 这个人生难的说明无常 都可以过房 英国不虚 然后就解脱利益 有这些几个项目 第一个已经讲过了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ry detailed items such as how difficult how difficult are finding the freedoms and advantages and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e defects of samsara etc we just finished the chapter one that is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freedom and advantages 这个也就是因为今天有新的同学 所以就大概的这个就说一下嘛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二段 庶民无常 其实呢也是我们佛教会徽章啊 但是今天也来这里就是用同学的身份一起学习 对我们的办来讲也是一个孤离的啊 这是第一个嘛 OK 哦对 我们假释了 我相信大家有句话 假释呢就是这个 对这个人生难得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 已经有了 I suppose that everyone has already get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icult it is to be a human being 但是如果你越珍惜这个人生 那就是同时要联想这个无常的观念 but I guess that the more you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the human body and the more we should reflect the无常是吧 对 人生难得说明无常 OK the more we should reflect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因为呢 虽然是它是很正规的 如果但是呢 你不好好地努力的话呢 它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存在 虚伪的一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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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要加上这个概念 although our human life is very precious so without really think about it it could be very fragile so without really think about it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接下来呢 就是要讲用六个磕盘来 然后讲这个树民的无常是 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不坚强 这部分是六个部分 只有六吧 七吗 七 在这部分 我们会谈论这些问题 从七个不同的观点 然后这有单独的一个 巴主仲不齐的每一个节 重要的节奏都有单独的一个赞颂 这个上识的一个记者 其实在这个节奏 在每个节奏 有很短的部分 但写者写了 为了感谢他教授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呢 就是先见三有无常环华像 士气尽是所失入 脱贪 脱贤 哭行 休息 追随 先 被 记 然后呢 五等上师 足下 我等礼 先现 是 发现 的意思 或者 明白的意思 然后 三有 就是三节轮回的意思 那 三节轮回 它就是 发现了 而且是一个无常 而且是一个欢化的 所以 有 有 因为 《天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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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确实的 在英诽 中文 是很确实的 中文 是很确实的 《三方的世界》 和《三方的世界》 中文 两核 《四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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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无常跟幻化有程度上的不一样的概念,程度上的差别。 无常是会非常短的一个世界内会改变的,那个就是无常的,改变,变化。 对,非常快速的这个变化当中,这就是无常。 应该有,有,有。 但是幻化呢,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的它的本身就是虚伪的,这就是幻化。 正在快速变化当中的,第一个概念是时候,我们就承认是一些就是在变化当中,对不对? 而第二个呢,说在变化当中的一切,它的本来就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假的。 所以幻化,先反应一下。 但是幻化当中的一切,我说到幻化当中的一切,我说到幻化当中的一切, 它是一切的幻化当中的一切。 你又。 我还是没有,就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放话的概念。 你以前解释过相续,是不是? 你去说像一个文字。 这两个不太一样。 现在的虚伪。 它的瞬间,它的本身也是一种,一种假的。 这个呢,就是比如说,如菩萨行动的第九品里面有充分的这方面的一个观察。 没关系,就是有其他的一些静顶力有充分的观察。 这个的观察其实是非常地观察的, 在其他文章中的文章中的文章中的文章中。 然后,因为他的上师就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尽时的所随,就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执着了。 因为对世界的所随,没有执着,所以他就是非常愿意苦休,苦心地休息。 而且,他根哲,他的传承上师就是,他的这个章,就是他的传承上师,就是学习的。 而且,这样的,就是如雷亚尊承上师,就是伍登上师,等于是伍登通的上师,就是伍比的上师,最高的尊承。 所以,这个是其实很明显,是在英文章中的学习。 其实,在英文章中,就是在英文章中的学习。 在英文章中,是很明显,但在英文章中,是很明显。 英文章中的语言语,是很清楚。 如果我们说一下,他的传承上师当中,他的传承上师当中,他的传承上师当中, 他的爸爸的爸爸的概念了。 就是他的,如雷亚尊承的爸爸是金米琳巴的。 当然,这个爸爸是传承来讲的,不是肉体的关系。 然后,他的这个爸爸的爸爸是龙青八大师。 龙青八大师呢,他是已经成为一个西藏著名的一个格西的时候。 他还是去,他的上,根本上是去大圆满的时候呢,他是很穷的。 很穷,没有钱的。 然后呢,有一个牦牛的那个,猫做的一个呆子,晚上睡在里面。 就是当做盖子跟那个床全部都用这个来, 当做他的整个的这个床跟那个被子。 所以就是他这样苦朽的大圆满了。 龙青八大师。 龙青八大师是,是巴伯伯伯伯伯伯伯的老师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Okay. I got that one. Okay. Yeah. Okay. Okay. So, Kampala also takes an example of a great master in the past who is the teacher's, yeah. So, this book,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is Patrick Rinpoche. Well, the person that Kampala talks about is the teacher, his teacher's teacher. So, it's, he is the fourth generation. So, the person that Kampala is talking about is the first generation. So, that person is Longchenpa. 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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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chenpa was very very poor when he went to, to learn the Dharma. Well, how poor he was, he didn't have- So, when Longchenpa went to learn the great perfection, well, he was quite poor. So, but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learn, he just tried to, um, to neglect all the, uh, all the hard shape of life. Uh, how hard he was, he, he doesn't have any sheet or, or on the bed or any quilt on the bed. Uh, what he used was the, uh, was kind of, uh, uh, a sack made out of the, uh, the leather. Well, uh, so, just in that hard shape of life, he still consists, uh, consisted in his learning. When finally he made his achievement. He decided, uh, he didn't get any loan. The hook, uh, he didn't get any loan. That's when he would have paid off the loan. He didn't pay the loan. It was a loan. You know? It was a person. Uh, the, uh, the, uh, that, uh, he said, uh, he didn't get a loan. But, uh, he didn't get a loan. So, he didn't get any loan. 但是他的教授说 不管是你的钱 你所持续的知识 我会想做更努力 其实我们西藏有时候求发的费用非常高 有三家派的一些传承里面的有些交绝 一些特别的交法 必须有一个黄金才可以传的 其实是很贵的 在学习一些特别的达马区域 有些特别的达马区域 有些时候你需要付多大的黄金 我还不知道 他有十三个黄金法 他的名字叫黄金法 黄金的金 佛法的法 就是必须有黄金可以求到的 叫金法 没有黄金 你无法学习 你无法学习 在这些教授 所以有些教授 你会被称为黄金的金 就是黄金的金 黄金的金 对 然后 根据派也是 马尔寨 他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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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有他的想办法 就是拿到好多黄金 然后再去印度 就是求这个大 这个大收银 就是 马尔寨 对 马尔寨 对 以前的词 刚才的词 是从 学校 学校 但是 也是 同时 学校 学校 在 涮 不 马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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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 去学习 马尔寨 他得到 费 金 当时这个米拉利巴尊址找马尔巴的时候 先遇到这个马尔巴的这个大儿子在山上放牧 然后问他这地方有没有一个叫马尔巴大尔医师这样的一个高声 当米拉利巴尊址找马尔巴尊址找他儿子是吧 他有七个儿子 他找了一位七个儿子 所以他问他有一个大尔医师 大尔医师就是泛尔医师 他说不知道耶 可是我的爸爸呢就是叫马尔巴 他说是不是大尔医师我不知道 或者是不是大尔医师他不知道 他说他是拿很多黄金去印度换好长好债的金属回来的 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的爸爸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去印度也是从马尔巴的那个地方走路去的 我去印度也是从马尔巴的那个地方走路去的 所以就是沿着马尔巴那个路 应该说是我们也是这个 这个马尔巴盖的那个 那个不是朋友们的一个旧层的一个房子 就是我们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就就是进过马尔巴的寺庙 然后就是在上山 再到这个布团了 这个其实跟科尘不相关 但是他们正正这个项目 为什么修行这么圆满呢 他因为有修好了书名无常的修法 所以就有这么的一个清净的努力 所以就有这么的一个清净的努力 所以为什么东尘巴可以做这么大的成功 是因为他意识到生活的不满 所以这就让他在学习的学习 那你现在开始念这个中文的书名无常 所以我们现在来读习 寿命无常之影党分期 寿命无常之影党分期 思维外戚世界而修无常 思维内情众生而修无常 思维高声大德而修无常 思维世间尊主而修无常 思维各种寓意而修无常 思维始源无定而修无常 思维猛密西求而修无常 这个部分我们不用特别解释 因为下面的每一个项目里很清楚 好 我们现在就是思维外戚世界而修无常 从这里看 好 我们现在就是思维外戚世界而修无常 从这里看 好 由众生 由众生共同的福德所形成的外戚世界 四大洲虚弥山天界以及坚固的铁围山等 虽然可存数节 但他们也是无常的 最终必定将因七火一水而毁灭 即此大劫毁灭之时 从内情众生逐渐减灭 减净 到第一禅天以下 将无有一个众生存在 OK 这个内容比较复杂 就可能要将一大一下 我们上次讲过的这个外戚世界 内情众生的这个外戚世界呢 现在要根据这个阿比达摩的就是观念 来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是的 当我们讲到外面的環境 可能我们必须要想想想 这个外面的環境世界 在这个阿比达摩的概念 一个 这个图案大家看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画面 现在说的外戚世界就大概是这个概念 现在说的外戚世界就大概是这个概念 而它呢 这个是南征步骤 我们在这里 不是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 前面 对 就这里 因为东是白色的 蓝是金色的 然后呢 别是红色的 然后那个叫西 然后别是好像是蓝色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的 在西边的图案 就是这图案 在外面的图案 是个网络 而在外面的图案 就是这个图案 是个网络 这图案 这个图案 是个网络 而在外面的图案 它是另一陣子 而去南部 它是白色的 它是另一陣子 你看这里塑像的帖威扇 是这个外面的 这个就是帖威扇 我们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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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正各的这个 最外面的这个 所以叫做帖威扇 位置正各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也只是看不到的 它其实是圆性的 所以 我们不可以看到 它是圆性的 其实 它应该是圆形的 我们用来看 这个 那这个中间的 这个比较高高的 叫做 许米山 and in the middle the part which upright is called mount meru 然后这个 许米山呢 这个中央的就是 还有这个 从这里开始 其实是许米山 so all those parts all those area they are mount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就是 四大天王的 神 怎么说 地方 地方 and those golden area that Drupalai is pointing out is the is the realm or is the area when the the four heavenly king conquered or in their reign 这里 是应该是 阿修罗的国在 and that that this part it could be part of asura 阿修罗 yeah asura 然后这里呢 就是 三十三亭 就是一个 的 就是 地点 and in that area in that area so in that area is so called 33 33 days but it's actually is that called 33 days something 33 r 但是 it's just a name it's just a name of that area and that area alough it's called day but it doesn't really arefes to day and that is yeah 然后这个 这上面都是 就是 不依靠地 地面的 在天上的 在天空 虚空当中的 这个圣 这个天然的地方 这都是 好 我现在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图片 可能是更好的一点 一样 但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这个图案不清楚 但是呢 你看在下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上面就是 原先有这个名字 中文的名字 但是 现在我们要知道 所有地面上的这些 田人 阿修罗 人 饿龟 地狱 冲生 夹生 一 二 三 四个 从这个一下叫做雨节 雨节世界的雨节 有欲望的意义 世界的阶 有三个律师 有三个律师 从这些地方 从这些地方 就从这些地方 下来 从这些地方 下来 下来就叫做想法律 然后呢,你看 然后呢,第二个,这两个线的中间的又不是有一个一二三四嘛,对不对? 四行的这个所讲的是四阶十八阶 其实我的概念当中世界是十七天,这里是八天,这个我要研究一下 应该是十七天 那个英文上面说这是十六天 应该是十七天 这时候是根据我学过的这个里面就是十七天 然后呢,这最上面呢,它就是没有分什么层次,为什么呢? 无世界,无世界没有身体,没有地方的限制 所以就是,它是那种,一种颤电的一个间接的一种概念 它根本没有真正的身体,所以就是它没有一一二三的这个 所以,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大家要耐心地填,我不讲这些细节 但是说,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重点,大家要耐心地填,我不讲这些细节 但是说,这个七货易水会灭尽这个世界 大家记得这个概念吧? 我现在想讲,我不要讲这个概念 我现在想讲的是,灵状在七阶段里,由水接下来 其火烧灭的地方是哪一些呢? 你看,最下面的地,更不用說了,所有這個地方,然後呢,所有這個地方,還有所有第一,就是這裡 這個四街的第一餐廳就會少掉,一家的全部都少掉,就這個概念,少少少掉 那你們也不用想太多為什麼,現在我們要清楚他們所講的這個概念 然後,以後可以我們更加地去一些研究,沒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只是建議,不要想想為什麼,燃燃到這個程度,只要有這個概念,這個概念 然後,睡的時候呢,會像這個美金第二餐一下的所有的 然後呢,最後有一次會有一個風,風吹的這個,那個呢,就會消滅第三餐廳,就是那個第三餐廳 就是這個,我們結,先結了結,結最後結束,會有三個這個災難,就是一個是火,一個是水,一個是風 那這三個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就是第三餐廳 英國三個都會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然後,每個地方都會突ci的,在那間,並非二個都會突ci的 我覺得,每個都是功能,一種不少的區塊 然後,每個都是這樣的,每個都會被困它 然後,每個都會麵涼,在那邊的風向,都會有聲音 所以,你們會有這個危險,最多的事情 废无常的也不是 他们自己的福德 相用完了 就有点像活息掉一样 就自己会灭 就是这样 就是在四场 对 四场跟无时节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就再重新读一下 跟那个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来再也刚刚一点 或是在这种评论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这种评论 有众生共同的福德 所形成的外气世界 四大洲 虚拟山 天界 以及坚固的铁维山等 虽然可存数捷 但它们也是无常的 最终必定将因漆火一水而毁灭 然后呢 即此大劫毁灭之时 从内勤众生逐渐灭尽 到第一禅天以下 将无有一个众生存在 好 那这个货扫掉的时候 是不是里面的人都会扫掉 其实不是 像慢慢慢慢 这个地方的人会消失 动会消失 所有的那些生命会消失了 这个就是非常漫长的 好奇异的一个概念嘛 就是几千万年的这种概念 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个里面的终生 会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灵魂 是 灵魂 是 灵魂 是 灵魂 灵魂 是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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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个宇宙的宇宙的宇宙会变化,一人之后一人之后。 之后呢?那你来念一下这个章谋。 之后,将一次在天空中出现七个太阳。 第一个太阳烧尽一切树木园林。 第二个太阳出现时,一切溪流迟早无与干涸。 第三个太阳出现时,一切大江河水全部干涸。 第四个太阳出现时,无热哪大海也干涸。 第五个太阳出现时,外界深达一百游巡的大海之水全部干涸。 随后,逐渐干涸两百游巡,七百游巡,一千一万, 一直到八万游巡深的海水。 剩下的,从游巡及文具历史, 开始一直到最后连提印许水也无与干涸。 第六个太阳出现时,大地雪山焚毁。 第七个太阳出现时,须眉山,四大洲,八小洲,七金山及铁围山, 全部燃烧成一团火海。 好,在这里面,我们又看一下图案了。 七金山跟八小洲,对吧? 我们这个图案,再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七个金山。 它其实是包围着这个须眉山, 所以这个话的是不太,不是不太对,就是真正阿比达摩讲的跟不一样。 但是这个小洲呢,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南南部州, 它的总有一个小洲有两个, 然后这边也总有两个,那边总有两个,那边也总有两个嘛。 总共就是有八个小洲。 我们说八对两个小洲有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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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 但是,一会,你们在这块上有三个小洲有三个小的村落。 但是,在中间的位置有两个小洲一的, 有一和丁一小、一们的小小指缘。 South, North, West, and East on every direction there are two minor continents so put them together it's eight minor continents 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个东西 这里的是莲花神大神的渣土 What Campbell is now on Teng is the land of Padmasambhava 原本这里住的都是罗茶 罗茶 罗茶应该是那种 罗茶也是翻过来的 那我直接说了上去 罗茶 它叫做罗茶的这个翻文 真真不知道 它就是一种非常相恶的一个 他说是从巴基斯坦来的什么东西 那 这是连世出生的地方是巴基斯坦 所以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是巴基斯坦 那我现在说的是 现在是他 最后他离开西藏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这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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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要威胁这个南城部主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莲花神大神自传里面说 因为他去那边相复这些罗茶 所以就是一种那种恶魔 他也不是恶魔 他是非常像恶那种的一个野人 他是吃人那种 好 好 我们就大概就这样就可以 但这个概念其实也很重要 对 对 对 OK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地球那个暖化 然后这个整个雪山都已经好像融化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要命令的未来跟这里相熟的 其实是有非常接近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联想的一个空间在于 所以 其实 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 不过呢 最后 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 不过呢 最后 我们真正面前的时候的现象也大概就是这样了 就是变成这个四大元素 它的那个正常的云组出现问题 然后温度降高 所以变成一个太阳 两个太阳 三个太阳的概念来描述了 所以 当然 当然 我们不能说 这些东西之间的那个碰撞啊 或者那个太阳的中间的这个温度扩大 什么都有可能的 这个都是这种 这是一种这么的一个概念来可以形容的 其实 其实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因为这个我们不要以为是好像 不太相关的 因为 真正的我们要学习那种佛法的真正的逻辑 要动的 这是什么 然后要动的 怎么去解释 然后一个外面人说 耶 佛教像虚弥山啊 我在外太空没有看到虚弥山啊 美国去 那个月球也没有看到虚弥山在哪里啊 那个撑住灭空的概念 跟那个现在的世纪科学不符合啊 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的空间 所以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 这些东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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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佛教的核心也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也不用太保守 然后 尊治也经常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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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那还有一点 还有 你啊 你看 这个 火弦向下 这个 火焰向下 璇绕 燃尽一切地雾之处 火焰冲向上方 烧燃凡天所有的空物 无量功 此时光明天的小天子们 惊恐地喊着 如此大火燃烧起来了 老天子们安慰他们 这大火以前也是烧到凡天后 就退去了 不要害怕了 不是七次火 OK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 这个火灾不会有第二层 所以第二层的 老天子他们有经历过 看到过下面的 然后年轻的这些 他们年轻没有看过 所以觉得这个火好危险 他们说没关系 他会退回去 所以这些火灾在这地方 所以那些老天子 在这些火灾在这地方 他们经历过这些火灾 但是年轻的老天子 他们没有经历过 所以他们在喊 所以老天子就会安慰他们 把他们讲 然后把他们发生 然后说 OK 这些火灾在这些火灾 而且天人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 他们第一呢 有神通 但是第二呢 他的神通呢 就可以互相可以知道 而且比你还境界低的 这个都知道 上面的就不知道了 他后都就不知道了 他后都就不知道了 这些神通 他们有些超级的力量 他们能够认识 他们能够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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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他们能够理解一遍 所有的东西都在下面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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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办法 他们有办法 意思是说 第一长天的人 让天人不知道 第二长天的这个现象 去想什么啊 做什么啊 都没办法 用他的那个神通 去了解 所以这意味着 在这个程度 那些神人 能够很容易 理解 什么 同样的 或者什么 低级的 但是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能够 能够看一遍 在上面 然后呢 我们刚刚说 因为他们还没有 这个活来之前 就本来就是 所有众生就不在了 所以呢 这个翻篇的 我为什么说 无量宫殿都是空的呢 因为里面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特别强调说 空的这个无量宫殿都会 扫掉 而不是本人一起扫掉 所以 所以 嗯 它们会被灭掉 然后 然后 突然 有些人都会死 然后 如果 那种火 灭掉 那种火 没有 因为 撑住坏空的话 是非常 非常漫长的衰弱的过程 这么衰弱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里面的众生进不起了 所以现在就没有了 然后就说外面的也漫漫漫漫 最后就结束了 这是非常合理的科学 在,在各个科学,有四个阶段的成长 最续了风 Pers。 跟地上、散开, 有四个阶段的成长 每个科学医疗都会通过 各个科学医疗 encurt 所以,从过程到过程 更因此, Square学医疗 是这样的 and gradually the whole cup is destroyed and finished. 但是我现在要提醒 不是一节结束必须要建立七个火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火就结束了 又重新这个世界慢慢慢慢来了 又最后又有一个火 有这种七次的时候 会有一次会火那个水的 就是这种概念 你再说一遍我 是不是有点没有特别讲 对 比如说现在的我们这个节的名字是 是先接对不对 那个是用火来结束了 就火来结束了 也没有说第二火结束 三火结束 一个人死掉了 不要再死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又重新这个宇宙开始了 最后又是火 所以这种七次 然后不一样的节 然后呢 七次的第八次是水 那个时候就是第二阵也就回了 就是这种 过了好多节了 对对对 那么呢 因为每一个火 都可以毁灭 可以毁灭 成立的火 一个火 就有复杂力 这样很重要 那我们就接下来其实很简单 那悠悠我们继续念 以下犹如风吹灰尘般的毁灭 这样一百巨之之的四大洲 须弥山天界容纳在一个三千界中 全部同时毁灭 最后一切都变成一区 既然大千世界也有成为那样空洁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样的人生 游无修营 有什么和成长稳定的 雾鹰诚心修持 对 这就是大洲人不经要讲的重点是这样的 火 风 水 节 天人还在吗 我的意思是地次禅 对 禅 那就是他们天人还在吗 天人不是每个禅都不在吗 不是不是 对 他们天人更不在了 刚刚说那个第一次禅的这个无量宫殿都是空的嘛 等于是造就不在了 但是如果第二次禅呢就是在 因为那个时候没问题的 第二次禅灭的那个水灾的时候 第二次禅灭的里面的天人先会 就是去世或者怎么样消灭的 对 那个风的时候呢 第三次禅灾就是处理了里面的东西 没有了 然后再就是风吹掉 第四次禅灾就没有外来的这种因素的灾难 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福宝用完了就会死掉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呢 有 你呢 请请 四位内庆众生阿尔续无常 從由底以下 對不起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之前說過的事情 所以我不會這樣說 現在我們要移動到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部分是很簡單 所以我們沒有解釋 所以我們現在移動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移動到這個地方 好 從由底以下 到地域層上 所有眾生沒有一個 能逃過死亡的 如解憂術名 解憂術名 地上或天間 有身然不死 此事不其見 其文破身 如此有身 則必然有死 從善去天間以下 從未聽說 或見到過 或是有身而不死 即使是對死或不死 產生懷疑也必定無有 OK 這個呢 其實比較簡單 但是呢 我們一個呢 這個叫 從由底以下 地域層一上 是包含了所有的輪迴 右殿呢 就是 五五四階的第四天 叫做 油殿 它是由 這個三右的殿間 最高的地方 叫油殿 它為什麼叫油呢 我好多次講過 油是輪迴的意思 三右的時候呢 就是三階 然後那個油殿 就是這個輪迴的殿 最高的那個地方 那地域是自己地圖 這中間包含了所有的輪迴 就是這個意思 Samsara 你說那個從地域到 無世界的 最高的地方 無世界最高 有世界最高的地方 不是不是 無世界是天 無世界是天 對 因為無世界才是世界的上面 對 它有四個天 就是 第四個就是 叫做油殿 OK 就是 輪迴變 無色天的 無色天的第四天 是吧 是下 對 就這樣 其實 Samsara 會 occur 從 第四天是最高的還是最低的 哪方面最高的 最高的 對 最低的是地域 不是 無色界的第四天是最下邊的意思 不是不是 衝下面的 衝下面的 對 所以最高 無色界的最高 對 無色界有四天是吧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等於所有的六道都是在裡面 三界都是在裡面 都是在輪迴裡 對啊 當然 當然 對 三界 Jayer 所以就是這個 無色界四天 就是 你看 三界由生色 輪迴這個三界 对,对 对,对 所以就像这样 首先就来三个幼稚 所以三个幼稚 所有三个幼稚 都允许在这些幼稚 对 好 所有三个幼稚 对 好 有气质 对 不影响了 对 热 风 和水 但是 他们的自己的质量 是基于自己的质量 如果自己的质量 不太高 所以他们会进入这些幼稚 所以神的论质量 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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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 那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无色天的话 他其实不会被封 火 水 那当然是 第四产衣裳都没有了 然后他说 然后他说 那这个怎么样进入轮回呢 我就说 你跟他说他们自己的那个 他自己本身就是轮回 他自己本身就是 你刚才说他的功德 取决于他的功德吗 但是第四产衣裳 你取决于 不是 你再说一下 他的问题 具体 好的 他的问题是说 那如果说 风 火 水都影响不到 第四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无色 他的功德 一样 无世界一样 就是他的功德完了 用完了 他就是会新过来的概念 然后那个 他的经济已经结束了 然后就是 他就是会 可能会下地狱 他说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 那就是说 这个无色界天这些 这些 这些天神 他们也会 也会 也会有功德佣金的时候 那怎么 这给你很多分钟 of course they also they probably they will use all of their marries okay the marries will be consumed 那 因为是 融会三次 那 那无色界和 色界的第四产 有什么区别 那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他们都是用他们的 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 很 第四界呢 他有身体 还有他的无量供丁 无色界全部都没有 书面的长度也有关系 有差别 这个很细微的一个差别 但有差别 因为我们经常佛教徒都讲 哎呀佛陀呢 三大阿神奇迹 什么什么 累积福报啊 然后所有轮回什么什么 其实我们真没有血过的话呢 根本你讲的 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个 要是一个重复别人的说话 就这样 え、尚尼師傑接受慣勞计貌 cker k 就是相當不規定的行動 當時我們過去處理小聖的杖筊 我們也只關心供跟夫人對俄論 俄讀的男人 還有哥堅持的意境 也我們不真理解 在尚尼師傑繼續 經常的樓 Taste 我們身在壽命無常的難在不周之路 很快會死亡 因為即出生時期 越來越激進死亡 壽命無有增加 只有減少 而且使我主一山那也不停失 由我若熱下的影子越來越激進 所以在何時何地死亡 無法確定 也無法確定明天或今晚 聖子僅僅現在夫妻間不死 如因緣平民 明日死隨之 今日常靜靜 壽使主主大軍 啟示如親切 如故堅如述說 呼住 來 答念呼住 如 無人處說 壽命太多 己無常 猶如水泡 未風吹 呼吸吸氣 沉睡中 人的覺醒 即稀奇 人們於恩倫的睡沉睡中 頻繁地向內吸氣 向外呼吸之間 也無法確定夫死亡 所以睡眠時沒有死去 安然醒來 也應當感到稀奇 OK 謝謝 就是我們思維 或者秀壽命無常 就是這樣秀 就是龍樹菩薩作將這樣 真的 我們好像 真的很脆弱 知道嗎 有時候 比如說 我們快想 比如說 甲子 這是很刺激的 但是 比如說 甲子 這是很刺激的 但是 甲子 我們在路邊 甲子 我們不小心跌到路邊 然後那個企圖 那個車 一個在旁邊 我們就 一瞬間就可以死掉 其實 我們覺得 好像這個世界很大 很永恆的 實際上呢 你看 我們的生命 是非常脆弱的一個存在 非常脆弱的一個存在 對這個有一個 莫顧送燃的那種感觸的時候 這個叫做 秀壽命無常 OK 所以 我們說 我們說 要去擔憂 要有的靈感 是在生活中的… 剛剛 為了 剛剛說 寫來 就說 想來 我們 只要走路 我們 因為有的 要來 we probably fall off a step and then we just fall down on the street and suddenly a and a swifting car just passed by it hit the people it hit the person and then the life ends. so it could happen just imagine well when we just always reflect this issue and we we could realize that how fragile our life human life is and also we could keep well we all have this fear of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is is called the meditation of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and if you really do this, it has two things the one is if you do this, it becomes a dream, and you have a very strong faith actually this is a bad practice, a bad practice there could be two ways of meditation or practice of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in one sense if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and the life could suddenly end and bearing this in mind will produce a kind of desperation and then if you totally disappointed to everything, this is the negative way of meditation they ar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is is not a good way this is not good because it generates the desperation and it becomes a kind of temptation when you face a little bit and you can't be able to accept the control of yourself and you have no sense of sin before you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have a lot of emotional and conscious ability and you have a little bit of patience and feeling that you can't have a standards 在另一種意義, 瘋狂的能源可以產生其他效果 以為生命是不保持的 而死亡可能會發生的 而在此以為, 別人的能源 可以產生其他人的良好方法 所以這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and this is the good way of meditating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死主研磨 手持黑锁井耀牙关 狼牙闭路突然来到 纵有英勇军队 强大的势力 丰富财产 智者变财 美女的身色 奔驰的良居也都无际与世 即使续近 一个无有缝隙的铁箱中 有数十万勇士手持风力的兵刃 剑毛的尖端真剑 外面围绕保护者 也丝毫守护不了 遮挡不住 死主研磨将黑锁套在他的镜上 他的镜上 这时他只能面色 铁心泪水盈盈 五体僵硬的被带到 后世的道路中 永世无法救护 大德不能分复 饮食无法饮用 无有逃脱处 躲避处 也无有任何依靠者 救护者 亲友方便和大悲 哪怕是教师佛亲自降临 也无法延续受命 已尽的死亡 因此我们不应被懈怠 懒惰所控制 而应诚心羞耻 对临终决定有益的殊胜证法 很好 这个里面我就一个 比如说 全世界最有名的 一个歌手叫什么 Maker Jackson 我看过 他去世之后才开始灌注他的歌 然后又开始灌注他的 这个 主的地方叫什么 什么 梦欢 什么 梦欢庄严的图片 我重新开始看 因为那个时候 心闻挠得太大 所以开始有好奇 然后才开始看了 真的他很了不起的歌手 但总是他有这么 梦欢庄严的一个 但是呢 他的死亡 他的身体 最后就是 没有了 这一篇文章的文章是 梦欢庄严的一篇文章是 梦欢庄严的一篇文章是 开中四的一篇文章的 Maia 所以其实在一样,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有他们健康,他们的宿命,最后就是没办法用金钱来还的。 另外呢,这里说到,这个你们特别看一下,姚师傅亲自来临也无法延长寿命后军的死亡。 这个呢,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身份的时候秀姚师傅是不是没有帮助?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相处这种问题? 所以,Kampala just asked a question because in the text it says that even if the Medicine Buddha himself were to appear in person, he would be unable to delay our death. 这个阿比达玛里面有非常充分的解释。 人的死亡会有三个条件。 应该说是三个因素因素因素。 一个是借,就是收民。一个是收民。一个是福报。 一个是福报。 应该是福报和业力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所以呢,就是有两个因素。就是业力跟自己的寿命本身的一个它的业力。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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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电灯的时候呢? 我们电灯的时候呢,里面那个叫什么?电灯,电灯吗? 灯灯。 灯灯。 还有药加苏油。 两个因素才就可以量起来。 что是这样的人说的。 几个代表的,就是说了一个前列。 对,就是药加苏油。 还有药加苏油。 什么叫它? 药加苏油。 第二个因素。 就是药加苏仁成素。 如果有两个因素又不需要加拿大。 不可能是煮食药。 还是加拿大。 但是有那个灯芯嘛 所以有了 可是没有油也会死掉 所以如果你的寿命本身 还没有耗尽 但是你的夜里也长 就是可能会让你不健康 快死掉的时候 你修法 修法 防身 修 修 修 佛都有用的 但是它本身就是它是无常 到了最后的 你看这里说 寿命一斤 这两个字是一斤 就没有了 那就说也救不了了 因为有些人不懂这个 所以过度的依赖 因为神可以修法 可以完全换过来 然后换不了的时候 他对佛法产生怀疑 这是因为你自己不懂佛法的 所以没有理解 不懂得分析的存在 两个人 如果人们只是 去读习 然后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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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 接下来 接下来 已经 似习习 没有了 今天的部分是在乱 对 OK 那就有没有 温答 提温很好啊 很高兴 下来 你呢 这个 这就是这种学习的东西以后 怎么样能把这些知识转化成日常中的固定的修行 非常好 但是所谓的日常中的修行 我觉得有两个 就是我要确认一下你说的日常是哪一个 我觉得有两个 那第一个呢就是 就是有 会有一个无家性的一个衣柜 按照这个衣柜 就你每天做这个功课 就是便是日常中的修行 另外一个呢其实你没有专门去修 但是因为你有这些无常的概念 然后呢遇到比如说你就是受到非常严重的那种突然间那个 清天霹裂 那个叫什么 霹裂的那种打击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无常的概念 就心里可以贪然的面对 这也是生活中的 就是无常的一个遭养 就是无常的一个遭养啊 就是无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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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说 它说那个 就是那修 就是按移轨去修行的话 要讲什么语言要紧不要紧 这个呢 我比如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呢 不是什么 嗯 在哪里,对,这个就是前行的这个衣柜 哦,这是,他们用哪种语言要怎么解决 反正你跟他先说,这个是我们本身要修的衣柜 你先翻译一下 这部分是我们将来读习在未来的训练 这部分是含习的,但我不太确定 然后呢,你跟他说,这个有掌文的,中文的,影文的 如果有一个翻译号的版本的话呢,当然我也建议用你自己的母语 就是最熟悉的语言的版本 然后呢,那当然 而且呢,就是你要跟上师要有这个口传 然后他教你怎么念每个项目 然后跟着他学习 然后就开始修 这是最具体,最正确的 而且也是一个要求 所以,就是藏传佛教就是这样要求的 所以,就是在对方的行为 正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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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追求教授 教授 教授会做传统的方式 然后教授会教授 这就是英文版本 但是,刚刚那个版本必要 这是很长的一个版本 这就是一个很长的版本 这就是一种很长的版本 那是一种很长的版本 比特别的版本 那是一种很长的版本 这就是一种很短的版本 对 OK 还有 可以再把它放上去 再看看他那一个 好 好 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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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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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经历��大师的大弟子 也是,那个 茹利安尊仑 就在巴主人物家上司 我的師兄 就是经常同学写的衣柜 这是吉米临霸的上师? 笛子 吉米临霸的笛子 这些萨哈娜是由吉米临霸的学生 然后后面带出这样了 这个五十一页是不是所有的就是前行 我确认一下,是的,但是其实实际上说的五十一页,实际上呢,因为它有三个这种发音的版本在一起嘛,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功课来讲,它并不是那么多啊。 实际上是三个字,但是其实它并不是那么长,因为它是三个字,所以其实它并是三个字。 但是您讲这个图吗,那个两个图,对,那个阿修罗好像是住在虚拟山上的。 是,是,因为阿修罗呢有时候呢更,这个天人,站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经济性蛮高的,它的非常浮游的,不过呢它的基督心很强,所以啊,近相更,33天,他们又最近会有,这个,这个, 三十三天住的是一个名城 然后呢 他住在这个须弥山的上面 须弥山 须弥山的头上 然后呢 他住在这个须弥山的头上 你说 弥勒佛啊 对啊 我说弥勒佛啊 没错 弥勒佛在多色天吧 对吧 对 这都是在轮回 但我无色天也是在轮回的范围内 对 多色天大本身也是 就是 你说 这当然当然 但是这个有分别的 这个境界是属于轮回的 没有错 不过那个不得清楚 就是那个人不一定要 因为比如说佛陀他是印度人 谁说是印度不是轮回的 但是他自己已经整无成佛了 所以不属于轮回的 对 那就是 就是比无色界还要站于高的境界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多色天的这个弥勒佛 他的境界当然是超越所有轮回 对 不过他的身体 哦 还是在 还是在弥劫 哦 哦 他的身份证 他是弥勒佛的身份证 哦 哦 您跑到哪去了 没关系 我已经完全失败了 对 那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他说这个 这个弥勒佛的这个弥勒佛在 多帅天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多帅天 多帅天我看到了 对 其实他在多帅天 实践宝佛的佛原来在多帅天嘛 对 他的潜意识在多帅天 后来呢 他的位子交给这个 传承交给弥勒佛 自己就讲了 讲 那个叫什么 讲 讲生 我也不讲讲 就是来到这个人 世界上 就来到印度吧 就是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弥勒佛是不是属于轮会 弥勒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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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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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问题很好,因为阿比达摩里面的确说,释迦摩尼佛他的身份是一个印度人嘛,就是一个欲界的南征部州人,但是他证悟之后,他的信徒里轮回了。 释迦摩尼佛,因为释迦摩尼佛,他对阿比达摩,他有一个人身体,他住在印度,但他后来到解释,他的脑脑就出现了。 释迦摩尼佛现在是菩萨的身份,而且菩萨里面,如果你能够翻译的话,就是师弟菩萨,他就是师弟的菩萨。 然后,他就是菩萨里面境界最高的,跨一步就成佛了。 所以他在等待那个,像西藏的肯萨里面,他在等待下一个位置就是他的。 他在等待下一个位置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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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分钟,我们一样末钟就休息。 继续刚才这个问题,他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古佛在来,然后世界会实力的菩萨? 哦,也有这个。这个像仙观庄严论,就是那个。 他说,他是不是原来是成佛? 明经成佛,实现为一个菩萨。 他假装是一个菩萨。 这是弥勒佛。 他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是今天的最后问题。 是否可能是个菩萨是一个佛在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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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那个未来佛。 但是他们不会有那种说法。 就是他现在就是菩萨,将来就是佛。 但是,有些大乘佛教的部分的经典里面, 也说是幻想一只为佛在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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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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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ara耐心? -Sutara耐心? -Sutra耐心? - 耐心? Dandara guru... Yana... Manda... - 王斩仲勇佛记讲过这个 就这里面呢 反正这部里面呢 本身就是 释迦牟尼佛也好 米勒佛也好,先在花章,在花章祝福的禁忌里面,先成佛,就经的成佛,然后再来到多帅庭,暂时在那边休息一会儿,再来到仁静又重新成佛,就是这个过程。 您在重复里面关一个过程? 就是,现在这个比三级还高的一个净土里面就已经成佛了,就这样讲就好,然后再来到这个多帅庭,就是当做这种菩萨的一个现成一个菩萨的,然后再来到这个仁静就是重新成佛,然后度化中生。 所以,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name of the literature, it says that Shachamoni was actually living in a room which is even higher than three rooms, and then he was the Buddha there, but then he came down to this room, to this room, and become a Bodhisattva, and then he come to the human life, to manifest as human being, in order to save, to enlighten the human beings. 我们接下来回想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就做禅修。 好, while now let's do the meditation, oh sorry, the dedication, followed by the tea break, and after that we will do the meditation as the second part. 我日所能能得意 探知习惯也 脱离逆别的难盘歇 将写改难歇 忘乱出发也 思彼所连周安如而修 我以此功德 愿神佛自行 向佛而犯来 愿地之火患 神来变碎 汹涌之火道 愿对众生解脱轮回海 优优独播剧场 愿地之火